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股市深探节目 今天 我们要深入探讨中国股市的最新动态 特别是在财政部长即将举行的简报会前 市场小幅上涨的情况 你知道吗 在经历了一天的暴跌之后 CSI300指数居然逆势上涨了1% 而香港的恒生指数也毫不示弱 上涨了3% 这一切发生在自2008年以来最糟糕的一天之后 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自从9月底 中国政府推出经济刺激计划以来 市场的热情似乎又回来了 但最近的获利回途 让投资者开始对政府的计划产生怀疑 瑞士银行的Richard Tam指出 市场的波动性增高 而基本面回到了焦点上 让人感觉股市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青春期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央行也出手了 推出了一项新计划 让金融公司能够借款购买股票 以提升市场流动性 这个5000亿人民币的工具 就像是一场股市的借贷大作战 意图稳定市场并促进健康发展 另外 香港股市也在人民银行700亿美元的 股票购买机制下反弹 这无疑是给予了投资者们一记强心针 随着市场信心回升 许多专家对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 总之 中国股市的波澜壮阔 让我们不禁想问 未来会如何发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不过 这些政策出台的背景 可是相当有趣的 就在不久前 中国股市经历了一波大幅震荡 让人心里直打鼓 投资者们就像在坐过山车 时而心跳加速 时而被吓得魂飞魄散 而这回央行的互换工具 就是要稳住这颗过山车的心 让大家安心一点 这个工具 就像是为股市注入了一记镇定计 给市场增加了一个稳定器 毕竟股市波动太大 大家都会觉得不踏实 这回好了 有了这个互换设施 企业和金融机构 就能更灵活地调度资金 这类似于给他们多了一个 贴心的后援团 不过 要是你以为 这次互换工具 是央行直接撒钱 那可是大错特错了 央行可是精打细算的主 法律也不允许他们 随便给非银行机构借钱 这就像是 你想吃块蛋糕 但得先做一堆运动 才能消耗掉热量一样 央行得先确保 市场不会因为 多余的资金而长胖 而且 大家都在关心 这次的政策 能不能真的给股市 带来长期的利好 毕竟市场的变化 就像天气预报 有时候说会下雨 结果反倒是个大晴天 就怕这次 大家的期待太高 结果还是要看 政府如何进一步行动 最近不少人都在 谈论股市的青春期 这种波动和不确定性 让人既期待又担心 大家都希望 股市能从这次的 青春期中成长 变得更加成熟稳定 谁不想看到 一个稳定增长的市场呢 这样 大家的投资 就能更加安心 央行推出的这个互换工具 也让不少国际投资者 开始重新关注中国市场 毕竟 中国市场的潜力 可是很大的 虽然有时候波动大 但只要方向对了 未来的回报 还是相当可观的 这就像你在购物中心里 看中了一件 打折的名牌服装 心里那种 捡到便宜的 感觉可是相当爽的 总之 这次央行的 700亿美元互换工具 就像是给股市 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让大家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希望这次的政策 能带来更多的稳定性 让投资者 能在股市的风浪中 保持信心 继续航行 咱们也期待着 未来股市的表现 希望能看到一个 更加健康和繁荣的市场 所以 最后还是那句老话 投资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祝大家都能在股市中 找到自己的宝藏 赚得笑开怀 别忘了保持好心情 因为人生就像股市 有起有落 但总会有新的机遇 在前方等着你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今天我们要聊聊 中国股市的回升 我想说的是 这次股市的小幅上涨 显示了市场 对中国政府政策的信心 财政部长简报会 即将召开 市场对可能的刺激措施 充满期待 这种政策支持 对于市场流动性提升 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当年美国 在金融危机时期的 应对措施一样 这可以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推动市场的稳定发展 嘿 大家好 我是谢奇奇 我得说 这次的股市回升 看起来更像是 一次短期的市场情绪波动 而不是长期的健康增长 投资者对政府的刺激计划 产生疑问 再加上此前的市场不稳定 这次的小幅上涨 可能只是投资者 在财政部长简报前的 心理安慰罢了 毕竟股市就像情场 时而风平浪静 时而波涛汹涌 谁也保证不了明天 不会再次大跌 谢奇奇 我明白你的担忧 但我们不能忽视 政策带来的潜力影响 中国政府已经多次证明 在面临经济挑战时 能快速推出有效政策 这次推出的互换工具 让金融机构有机会 更灵活的管理资金 类似于美国的定期证券 借贷设施 这对于稳定市场 具有重要作用 相信中国的政策制定者 会持续关注市场状况 适时调整政策 以支持经济发展 这对于长远来看是有利的 楚天书 你说的政策影响固然重要 但目前市场的信心 仍是建立在对未来政策的期待上 而不是政策本身的效果 上次的新闻发布会就是一个例子 缺乏实质性的刺激措施 让市场感到失望 况且 推出这些工具 并不意味着货币供应会增加 法律限制也是一个大问题 期待政府在每次困难时 都能立刻拿出法宝 也不太现实 我们还是得小心谨慎 避免被短期的市场波动所误导 谢其切 我们确实需要谨慎 但也不能过于悲观 每次政策出台后 市场都会有一段适应期 这是正常现象 我们所看到的市场波动 其实也说明了 投资者对于政策的敏感和期待 随着政策逐步落地 市场将回归理性 进一步反映出 政策支持的真正效果 当然投资者也需要做好风险管理 不可盲目跟风 未来股市的发展可能仍会有起伏 但我相信中国经济的韧性会引导市场走向更健康的方向 楚天书 我同意理性和耐心是投资者所需的 但我仍然认为目前的市场状况需要更多的实质性改善措施来支撑 正如你所说 政策的长期效果需要时间显现 然而短期内我们能否真的看到市场回暖仍是未知数 这需要政策执行的稳定性和透明度来增加投资者信心 毕竟股市如人生 不能总指望天降神兵 还是得脚踏实地地看清楚每一步的风险和机遇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